是我觉得要对外公开的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究竟有没有放弃美国国籍 吴欣颖始终不愿意出示相关证明 对比艺人赖佳大动作po出 立委要求他应该要更高标准 你担任我们国家的立法委员 就职的那一天就必须出去 放弃其他国家国籍的证明文书 我们这边当然尊重吴欣颖委员 不过我想经过立委的选举 这一次的这个中选会 也要继续牵截这个切结书来调查 我想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当国立委就等于完成 放弃美国籍程序吗 他会有一个切结 有没有外国籍 我就勾那个空位就勾没有 因为立委员颁部的查证 就是相信了这个委员 他所做的切结书 也就是说吴欣颖在就任立委时 只需勾选切结书 并不用减负放弃证明书 而登记参选副总统时 需缴交授权同意书 让中选会可含请外交系统查询 依法续做候选人资格之审定 结果将在12月5号公布 但让吴欣颖很尴尬的 恐怕还有这个 跟侯友宜首牵手 高举双臂喊动算 侯友宜左手边这一位 是柯文哲副手吴欣颖的舅舅 工商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徐显荣 欣颖要参选的时候 家族的人并不知情 您支持他这样子的决定吗 我们都不知道 目前我现在还在看 要怎么样子 看工商上面的这个证据 柯吴佩正式成行后 吴欣颖的一切 持续被放大检视 近新闻林玉成林嘉倩 请按赞联合会理事长徐显生的